《天天未視》 《天天未視》 謝謝 謝謝現場的觀眾朋友們 謝謝大家 謝謝 歡迎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走進天天未視的 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育战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药保湿伊贝斯 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伊贝斯纯积水 纯净保湿实时透水嫩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前往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知识酸奶就喝 俊乐堡长知识了 本栏目由俊乐堡长知识了 知识酸奶特约播出 来看看今天请到的 几位老师是谁 他们是关系心理学家 胡顺之 胡老师 欢迎胡老师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莎娜老师 欢迎 大家的老朋友 来自华语嘉欣的 高级副总台 曲薇老师 欢迎 当然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图磊 图老师 欢迎 了解一下 今天第一组嘉宾的基本情况 我已经到了结婚的年纪 我只想求一个安稳的家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她 她却一点都不理解我 她这个人脑子里满是梦想 却不考虑现实 现在正是我们事业的上升期 我希望我们还是先立业再成家 我身边的人都已经结婚了 而我却看不到希望 我还是爱她的 也想给她更好的生活条件 我希望她能多多理解我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宋先生 24岁来自山西美术老师 有请小宋 张女士 25岁来自四川婚礼私宜 有请小张 有请 欢迎两位 咋认识的呀 学婚礼主持的时候 然后我们认识的在一起 对 我们当时就是一场婚礼主持人大赛 她这边是作为比赛员 然后我是做她的模特 当时我们俩就这样一来而去 自然就在一起了 谁追的谁 我追的她 你应该是学美术的是吧 我学了十多年的美术 你学美术的学婚礼主持干啥 大二的时候 创业因为失败了 据说学主持赚钱快 可以把我欠的债务快速地还上 通过学主持你的债还上了吗 差不多 你介绍一下我们去干这活吧 我没觉得干主持来钱快 行 然后就因为还债 所以学了主持了 因为当时欠了十万左右 然后只能去学 然后学的时候正好就认识她了 然后我就去给她借钱 然后她就知道了这个事 所以我们就因为这个事就经常吵架 然后她就说你是美术老师 然后你干脆就去当美术老师吧 然后我就去考了个证 然后就去到成都的依考学校 然后一个月有八千到一万的 就是让我非常感动的 就是她挣的钱 然后我们一起生活 然后我挣的钱 我去还债务 这个用了不到一年 然后就还清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年龄也差不多了 你指的什么差不多了 因为就是我们之前把债务还完了嘛 我就说她有一份工作 一个月有万八块钱 然后我这边也有收入 我就说我们俩一起 就是可以就是存一点钱嘛 然后双方父母给一点钱 然后买个房再存多 她这边家里的原因给不了钱 然后她现在又开始干嘛 又开始倒腾她的创意 我家境不是很好 有两位老人得了癌症 花了很大一笔钱 这两年才还上 如果要买房子的话 我不想再给他们增加压力了 然后创业嘛 然后一方面是想逼一下自己 也希望自己起来 另一方面也不想给家里人 不光我不想给我自己家里要钱 我也不想给他家里要钱 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你大学都出来了嘛 你是不是得可以自己单了 行 那就租个房结婚得了 姑娘 租房子可以 但是我从她身上看不到希望呀 我问问啊 就是没房子 咱感情到了 我前提是感情到了 租房结婚行不行 可以 但是得看她这边 得看她 对 好 我也想去给买一个房子 说白了就是想把经济压力给摆脱了 那我们现在就第二次又开始了创业 然后呢花了又不到十万块钱 我先问这不到十万是从哪来的 银行贷款吗 不 我们自己后面又有一些盈余 然后呢我后面又做主持人 然后呢又有几万 他自己也有 也有一些 然后我们 他还是又再一次去支持我去创业 那第一个画室办完了之后呢 我们又现在又开了第二家 就是做这个艺术培训呗 对 大学生承认的艺术培训 一方面又开了一个画廊 卖画 现在开了差不多就半个月 然后呢每天收入平均在一千多 不到两千块钱 主持的话就是算是兼职了 这挺好嘛 咋了呢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第一家画室挣一点钱的时候 我就说把这个钱拿过来 然后就是买房嘛 他使活要去创业 然后创业就算了嘛 我天天每一天出去做销售嘛 就是发单子 因为线下要销售要发单子 然后他就干嘛 天天拿个手机 一直按 就是坐在那像个大爷一样按 什么都不做 让他抬个桌子 我说小朋友等会来上试听课 我让他抬一下桌子 他说干嘛 他说你自己弄呗 然后我当时就很生气 我说你不能帮我一下 我弄不动啊 然后他就干嘛 不说话 他就说什么 别人叫我我就弄 你叫我我就不弄 为啥 是这样子 我拿着手机呢 我在发朋友圈 你得去塑造 去告诉别人在干嘛 然后呢 第二个的话 是和别人谈合作 还有个别人来买画的话 也需要再往上销售 这一系列的都是在销售 包括还有就是 你要给学生上课 包括来谈单 我还是得预约呀 基本上都在这个上面去做 还有就是他说生气这个事 我觉得有情绪 这个肯定有情绪 他的脾气会比较火爆些 穿妹子 我也有情绪 我也有情绪 感觉也是压力很大 但是他说的搬顿子 到最后我还是去搬了 我只是感觉有点烦 他每次找借口是什么 每次我跟他沟通的时候 我没有带那种骂的语气 他就说什么 你又在骂我 我说你听得懂四川话吗 四川话这不叫骂 这叫说 然后他说我是三系的 我听不懂你的四川话 实际上他已经来 四川已经四五年了 他就每次逃避性问题 所以你们今天来是干嘛呀 我反而迷糊了 就是我想让各位老师 帮我制制造 如果猪盘可以结婚 但是我想看他的态度 还有就是看他 就是说能不能够 在以后能够给我一个安全的家 你确定这小子 想娶你吗现在 不知道 我是要娶 但是我需要时间 需要多久的时间呢兄弟 当时 我就说是需要一年的时间 结果到了一年之后呢 发现 你挣的钱 这批又投出进去了 我也感觉到自己 说话好像没有兑现承诺 然后他爸爸妈妈 也特意从老家又到成都 我专门去解释了一下 现在的话就是要到今年年底 要他们家里的意思就是 必须要结婚 不然的话就得分手 我父母他也说了 专门从老家到成都 就为这个事情 他这边就是给我父母保证 说再给一年时间 为什么我父母愿意 再给一年时间 就是因为 他能够包容我的所有缺点 其实他在平时生活中 对我真的非常好 无微不至的就是那种 那天我父母还给我打电话 说如果他今年做的可以的话 我建议你们俩可以去 我也同意 你们俩去租个房子 把婚结了 因为我年龄不小了 就是我身边的所有朋友 基本上都结婚 你才25啊 姑娘 对 我们南冲那边就是 西方就是24 25 都基本上已经结婚了 这么听下来 好像跟创业没什么关系 跟买不买房也没什么关系 是这样的 如果不创业我就没有钱 然后没有钱就不能买房 不能买房就不能结婚 不能结婚就不能在一起 这是你的逻辑 刚才姑娘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 姑娘说的逻辑是这个 她是一个可以包容我 所有不好的一个男人 所以我的家人也说了 如果不行 你们觉得情感合适 年底的时候 我们租房也是可以结婚的 但是这个是我现在才听到的 我在站到这之前 我都没听到这个消息 一直都有给你说过 是你没有在意听 所以女生还是特别敏感的 每一天 她这个是每一天 比什么都比时辰都还准 每一天都会给别人捐钱 每一天都捐 就是至少是三块 十块甚至更多 每一天都会捐 我就说 现在经济不稳定 我们也需要钱买房 这个钱暂时不赚 如果说我们每一天的收入 在一千块钱以上 你这边就捐一点嘛 做一下贡献嘛 她不 她是每天都捐 钱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 我觉得它成了一种习惯了 我觉得是我哪怕吃的是 比如把二十块钱的 一顿饭的量 定到十五块钱 甚至十块钱 我还是可以去做 刚才女生说 男生其实挺能包容你的 是吧 现在还那么包容吗 现在还是很包容的 那我就好好好奇 因为我听到你说 如果我有足够的 安全感 对吧 就是你足够对我好 我没有房子 我还是愿意嫁给你的 那现在的这个 你所指的安全感的缺失 或者你觉得 它不对你好了 有什么具体表现吗 还是就是一种感觉 我跟她说什么话 她不会听 她甚至会跟我说 你说什么大道理 就算你说的对了 我都不听 我就要听别人 给我说的 我就愿意听 你说的 我就不愿意听 就属于这种 她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是算是负债累累了 在我这个年纪 而且还是在两三年前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女孩很好 然后我也值得去守护 但她的脾气比较爆 我觉得这个恩情在 所以我以前试图 跟她在一块讲道理 但她是越做越过 越做越过 你对她的包容底线 本来是这么多 她需要这么多 然后你慢慢的退退退 到最后退无可退了 我只能说 嗯 啊 行 可以 但她就觉得 哎 你怎么不理我啊 你连吵都不合吵了 她的脸色会 刷一下就下来了 嗯 哎 你烦她吗 我烦啊 所以烦才会 你让我做事 我知道这个事必须做 但是呢 我一会儿可以去做 但你不用一直指着我去 一直按你去做 这样感觉就很不舒服 好 我再问个问题啊 还娶吗 啥时候娶啊 这是姑娘关心的 今年年底 跟我的预算的话 是到今年年底 应该是差不多的 不会出现太大的差 一个女人 你已经开始烦她了 烦她做事的态度 烦她跟朋友交流的态度 烦她对你的态度 那为什么要娶她呢 嗯 我觉得一开始的话 可能是恩情 到后面的话 会变成一种习惯 那这个习惯 它会让我感觉到烦 我也给她再提一些意见 她再慢慢地去改 女生听起来 好像男生也是有规划的 但是你为什么那么不安呢 就是每次 我跟她沟通的时候 跟她吵架的时候 我心情不好 肯定要发现嘛 因为我这种 是属于那个狮子座 狮子座的女生 就是其实她就嘴硬 其实心里啥都没有 就是属于这种 我就想 我跟她吵架的时候 就想她哄我两句嘛 就大家就没事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 不再哄你了 偶尔会哄 她每次 我跟她吵架的时候 她就是一个人躲到另一边去了 然后让我自己在那生闷气 我们画室学生走完以后 大家就是一起来打扫一下 卫生或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可以做吧 因为你在就上课 我在发单子 大家都很累 它就属于什么 嗯 这个就该你做 你上不来课 你就该做这个 我们两家画室 离的距离非常的远 这边完了上那边 那边完了上这边 然后呢 其他时间打广告 招生一直做 没有假期 我是没假期的 因为我知道自己的事情 我要去买房子 所以我就得这样来回做 她有的情绪的话 她哗就发出去了 那我得兜着 那再哗再过来 再兜着 然后我觉得她攒到一个量的时候 我就算不骂出来 我只能在那儿憋着 那我觉得只能用 嗯啊这样的态度 或者是沉默来表现 那现在你回应一下吧 女生说了 可能在她的心里 她要的更多的是 你的关心和宠溺 并不要婚房 咱可以不用那么拼 行吗 我觉得可以啊 我如果要是能减轻一点 我才有心思去 考虑你的情绪啊 一年买不了房 咱用十年 五年的时间 把它作为一个规划 来拓展咱自己的业务 走慢点 时间太长了 不是 不买房吗 你又不行 是可以宽限一下 但是不能时间太长 所以你又不行 你看看 因为没有家呀 家都没有 还有干嘛呀 租的总是别人的呀 不是有爱 不就是有家吗 他们都说 但是我觉得 那个还是要一个家 房子最迟什么时候买 明年中旬 最迟 如果买不了 如果买不了 可能就是说没有办法 就是分手呗 对 那不就是相当于 你们的爱情 又败给了房子吗 但是我觉得 有些时候 爱情跟面包 俩都不可以缺呀 万一这房子真要到了 爱情没了 可咋办呀 爱情现在不就在 慢慢地没吗 你喜欢的那个男人 现在开始厌恶你了 你突破了 他的忍受底线了 他感觉到 爱情和面包兼得的时候 他有点扛不住了 他现在只能 在一个层面去取舍 所以就变成了 你想兼得 是吧 这个说 哥们先把面包给你弄来 等面包有了 咱再说爱情 到时候有没有爱情 哥们也不知道 反正哥们现在的目标 是面包 是这意思吧兄弟 对 他一个人压力大 但是我现在也在帮 他还要 我并没有说 让他一个人去买 所以那该怎么办呢 因为其实从简单的爱情生活 已经开始向生活迈进了 所以这个分歧越来越大 来吧 你们听老师的分析吧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莫老师 当一个关系中间 一方对另一方开始厌烦 和不屑了 这个关系就不对等了 所以他站在那里 有满满的优越感 你就像一个是在那 拼命地呼喊 歇斯迪利的一个小怨妇 如果这样的状况 再持续下去 这个男生到后来 他就会跟你的婚妻 遥遥无期 我们说没有厘清 情感的亲密关系 那终将使乱终弃 什么意思 就是你不知道 你对这位女孩子的情感 是属于恩情 还是什么 弄不清楚 因为在这之前 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这个女孩子 是帮了他的 如果说一个男生 跟你没有确定婚姻关系 或者说你们在恋爱关系 之初就开始问你借钱的话 你很容易 就会陷入到 他是组织 你是工具的状态 男生在这里的话 你给到女生一个承诺 并且你要表达的是 他这个人 对你的生活来说 意味着什么 在你的生命中间 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你一定要给到他一个定位 或者说一个身份 而女孩子的话 他不是一个帮你买房 和娶你的人 因为能买房 和娶你的人有很多 你只是说 因为你25岁了 而现在正好是他 你要想的是 这个男人是否适合你 而不是说 这个男人是否 现在马上娶你 因为婚姻很长 如果要进入婚姻的话 真的你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 你要想想 好吗 OK 好 谢谢福老师 来 珊娜老师 我觉得你们俩 现在其实根本没那么相爱 我先来回答你刚才说 爱情和面包的那个问题 没错 玫瑰和面包 是不是能够同时兼得可以 因为我们始终相信 如果一个真的爱我的人 他会一手举着玫瑰 一手举着面包 或者他正在 奔着这个面包努力的路上 但现在 这个男生 他手里根本没有玫瑰 而你也非常清楚地 认识到了这一点 他手上根本没有玫瑰 所以那好 在没有玫瑰同时 我又跟了你这么多年 为你付出这么多 我就倾向于这块面包吧 所以为什么在一开始 你说租房也可以 到最后又否定了 自己的这个观点 不行 我必须要一套房 因为从你刚才一个表现 我就看得出来 他在说烦你的时候 你无动于衷 你早就知道他烦你 你早就知道他没那么爱你了 但是这么多年的感情付出了 也帮他创业了 到了这个年纪 你再不结婚 家里面那边又会给你压力 所以你现在 是在求他娶你 你不觉得 你站在这儿特别跌面吗 好 就说这么多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来 曲总 我觉得你们现在 其实犯了一个 走进了一个误区 时间第一 角色的混乱 女生 你不要想自己是为了他 为了爱他 然后付出了很多 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负债的时候 你都给予他经济 以及情感上的支持 对不对 你觉得你付出了很多了 我现在需要一个回报 你对他的帮助 完全可以化成 是一种商业的行为 十万块钱 你们共同出的吧 如果你跳出来说 你投入的这五万块钱 是有回报的 而且你们在一起工作是吗 尽量分开 如果你们俩做不了 股东又是情侣的话 选择一个角色 当然选择做情侣 你可以跳出他那个圈子 因为你在他那个圈子里头 你就分不清楚 到底现在跟我说话的是 我的合作伙伴 还是我的男朋友 就比如说 你的男朋友 的确是在负责那么多事情 当然应该去 去搬那个桌子了 你既不能讲课 也不能去在网上 去维护客户 你为什么对这一点 是心轻质的 那希望哈哈 我就搞这个 老 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无论房子有多大 无论首付多少 开开心心地住进去 结婚 你们这一路上不应该是快乐的 但为什么会现在是不开心 你说面包和感情一个也不能少 但感情是谁先少的 对于男生来说 你的创业的确跟买房子没什么关系 如果要到了明年 真的这创业的钱能买得起房子 男生 你肯定不想借过 所以我觉得拆伙吧你们俩 你们现在就拆了 不要再做生意了 你们俩在一起 临平等的关系都做不到 还做什么合伙人呢 更别提做夫妻了 你们连恩人 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了 将来会反目成仇 先拆伙 先离心彼此之间的关系 也许保持一定距离之后 再看最初 可能还有一次甜蜜的回忆 那个时候再做打算 就这 好 谢谢陀老师 有没有爱 可能每个人理解不一样 但是从细节里面 大家可以去观察和感受 你们只要理清了关系 后面怎么走 你们会发现 道路是在哪儿的 这不是老师们说的 好吧 选择权给你们啊 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我可能真的是很累 用你不喜欢的方式去发脾气 我只是希望你能多体谅一下 我一直在给别人微笑 我希望你能给我笑一下 我想知道 咱们一起去挣钱买这个房子 是真的是去完成一个 咱们共同想要的一个结果 所以咱们不要追得那么的急 稍微慢一点 该你的都会是你的 你不要着急 可以吗 我是爱你的 喝知识 长知识 保卫爱情 靠知识 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 军乐堡长知识了 爱的知识 我怎么会打开 让我们一起打开 最后的男人 这就是说 军乐堡长知识 不是 这就是 感谢观看 我非常大的一个鼓励 所以我今天把它放到那儿了 好 谢谢两位跟我们分享 来 请回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知识酸奶就和俊乐堡长知识了 本节目由俊乐堡长知识 知识酸奶特约播出 来 看节目 来 有请我们小花童有请 把那个戒指送给那个叔叔和阿姨去 好吗 来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将获得 由易碑师提供的深海纯浸水嫩 保湿套和24小时保湿 实时透水嫩 喝知识长知识 保卫爱情靠知识 知识酸奶就和俊乐堡长知识了 来 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谢谢 这个送给你们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能来 谢谢你们的分享 请回两位 提醒电视机前的 试婚的 婚龄的男女朋友们 结婚其实就一个条件 就是有爱 其他的 越少考虑 您就越幸福 来